你最这边啊 娃娃 你最这边啊 娃娃 它难得长到这个位置 可爱的娃娃 娃娃 每天都准时看小鸭的娃娃 看见娃娃 吃着肥肥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 爱多肉的梁 看肉肉啦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花架 哈哈 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啊 右边这边都没有变 前面这三个花架 我把它上面那两层都加上去了 这两天都在忙这件事情 看来没什么 但是牵一发动全身啊 好累啊 这样子也折腾了两天啊 大方向都弄好了 但是还有一些小细节还没有整理 先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把它加上去呢 因为天气多变 你不可能一年四季都是一样的摆放 这样子多肉真的是 有的就是会受不了啊 像最近天气最高温气象报告都说大概26度27度 可是你知道外面几度吗 外面依然超过30度啊 我的天哪 许多多肉真的是不耐晒 虽然多晒太阳 是很好了 可是现在这几年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连冬天都这么热 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啊 那过几天又要降温了 变来变去是不是折腾啊 其实好羡慕那些拥有良好多肉环境的人 可以不用像我这样操碎的心 不用像我这样移来移去 多肉依然可以成长很好 但是没关系 关关难过关关过 这也是养肉的热气之一啦 其实我架上去 这样子是提早为了防御做准备 那现在目前的作用是防晒 因为你看这样防晒 我这个这样一层一层 就有点类似遮阳的概念 这样子它就不会晒伤啊 因为你一下很热一下子又很冷 如果没有浇水就还好 那有浇水的话 多肉还是会撑不住的 而且好不容易我这些多肉都长得 还可以正在努力快速的成长中啊 如果一个不小心 又像去年这样整个大暴亡 我的心真的是会非常痛 像去年这个大白风 我有五六盆 现在仅存 还维持它漂亮的珠型的就做这一盆 这盆是我放在外面这个位置 风吹日晒雨淋 都没事的 我探究原因就是因为 它在这里阳光照射的时数 全日照时间大概只有两小时 剩下的都是散光 所以多肉适当的光就好了 也不能长时间太长 不然像来不及收 或者是又要改换位置 真的是挺累的 我剩下全部白风 全部 也不能说阵亡啊 但是都是 几乎全部混了 都有虽然有拯救回来 但是现在都小小头 唯一的大盆只剩下这一盆了 所以损失真的很惨重 那寒肉更不用说啦 在整理的时候 全部收到的都是它的名牌 所以现在我去买寒肉 都跟老板说我不要名牌了 因为收到名牌 每次在整理的时候 都会受到第二次伤害 所以心理压力更大 那如今这样子呢 每一个多肉 都可以照到阳光 只是时间 长度不一样 不一定晒得多就是好 因为你不可能 24小时都守着它 如果一忙忘记收 忘记换位置 然后晒过头了 淋浴淋多了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养多个多肉 真是超碎了 心 你们家的多肉 你有观察 它是否要换位置的呢 目前阳光虽然是不错啦 但是还是要提早做准备啊 我真是收空盆收怕了 好了 今天花架整理成这样 重新的位置摆放 就分享到这里咯 你们是不是 有随着季节 调整多肉的光照位置呢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咯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